就是用除以2的余數為多少 當然我剛剛是除以2的余數為0 或者是余1也是一樣 如果為1的話就G數嘛 反之就偶數 其實道理差不多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可以在哪裡呢 可以在這個Range動點手腳 Range怎麼動手腳 Range的話我剛有提過 它第一個參數是從哪個數字開始 第二個參數是從哪個地方停下來 停止的位置 第三個參數的話是Step Step就是說呢 你的這個值的間隔 間隔為多少 如果預設是間隔1嘛 有沒有12345 那如果我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2的話 那如果我初值是1 那間隔為2那不是13579 到99 那不就是G數的部分嗎 那如果偶數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 就是從2開始 那一樣Step2 那不就是偶數的部分 只是說呢 這個寫法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沒有邏輯判斷 但是需要兩個 兩個回圈 因為以這邊來看 好像用一個回圈做不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變成說用兩個回圈 做那個G偶數的加總 我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這個是處理G數的回圈 這個是處理偶數的回圈 這個是處理偶數的回圈 那差別就是說呢 在回圈的後面加上什麼呢 SStep OK 所以如果假設了 我們如果拿剛剛的部分 程式來改的話 我把它改回來 其實還蠻簡單的 假設一樣是NS 這個地方我就 把它改回來 然後如果說我們用1 跟剛剛一樣 G數偶數的話 那用Step 我們就什麼 這邊加一個2 然後呢 就是這個回圈 Ctrl C Enter一下 把它再加一個 就一個 這個是G數的 所以呢 豆點2 豆點2 從1開始 那這邊的話 NSE 這邊NSE 那再來底下這個什麼 這邊改成 從2開始 Step為 2 就是24680 然後這邊改成 NSE 這邊NSE OK 這邊是處理G數的 這邊是處理偶數的 然後呢 最後怎麼樣 再分別把這邊做G數偶數 做分別加 這邊是G數的加總 那這邊的話是偶數 然後這邊的話是1 這邊是2 好 跑出來結果呢 會不會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OK 那至於哪一個 比較簡單 我想你就選擇哪一個啦 那當然 以實際上 將來 將來可能如果說 你不考慮到那個 輸出的效率的話 其實理論上 這兩個 跑起來應該都差不多啦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腦跑太快了 你根本不用去在乎說 差那個萬分之一秒 的那個效率問題 除非說呢 你這個資料量 非常非常的龐大 而且你必須要很即時的話 那才有需要考慮到 效率問題 不過以兩個層次比較下來 其實應該 執行效率 可能還是 跑一個回圈 會比跑兩個回圈 來的快 所以大家理論上是這樣子 不過實際上 怎麼樣也許 可以 再 試試看 這個是方法二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的 第一頁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講完之後的話 待會呢 我們再來看 就是 底下還有一些 可能你還要特別 注意的部分 蠻常用到的 但是 這個可能 後面有用到 我們再來看 比如說哪一些 在縫回圈裡面 或者在回圈裡面 常常會用到兩個敘述 一個敘述叫brake 這個brake 顧名思義 就是什麼呢 這個回圈有點像是油門 那brake是什麼 就是煞車 意思就是說 如果 這個回圈裡面 只要看到brake呢 他不管說 你這個回圈有沒有跑完 他就 強迫 中止的意思 也就是只要看到brake 就停下來 比如說這個敘述是 我要一一跑到999 但是問題 我裡面有個邏輯判斷 如果 i大於99 也就是當 i等100的時候 那就brake 意思就是說 我還是跑到99 不管說你後面本來要跑很大 但是裡面我已經 設定一個條件 當 i的值 只要是大於99 就100的時候 那就強勢跳離 所以你會發現 他裡加的結果 還是加到99 不會加到999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brake的部分 另外呢 還有一個敘述叫continue continue continue是什麼呢 其實跟brake剛好有點 顛倒 他的敘述意思說 continue的話 遇到continue的話 意思就是跳過的意思 跳過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執行下面這一行的動作 continue 比如說呢 這一段敘述的話 就是如果呢 i的值除以2之後能夠整整 那就是偶數 偶數的話 底下有continue 那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是偶數就跳過 所以意思加總的結果都是什麼 就是奇數的 OK 所以特別是 這個地方 所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奇數的加總 不過跟各位講 一般我用到continue的機會 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幾乎沒用過耶 因為我覺得continue 實在是在我的 也許在我的腦袋邏輯 是不相容的 因為我不知道說 這continue 到底用在哪個地方比較好 OK 所以啦 不過至少你要知道一下 有這個功能 其他就是step 這剛剛有講到 那再來的話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 請各位寫出一個 九者乘法表 的一個這樣的程式輸出 那你會想說 那他寫一個九者乘法表 好複雜喔 其實齁 程式會不會很複雜呢 其實跟各位講 並不會啦 參考答案呢 你看到大概會 應該會覺得 這個好像沒有很多行 其實主要 如果你要寫一個九者乘法表的話 程式呢 基本上就只有四行 而且最後一行還是print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寫完就執行一下 得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有沒有 1乘1 這個一個什麼 一個tape OK 然後呢 再來換下一個 到九 然後再來就二啦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 這個地方呢 我怎麼樣讓他 這個前面的數字 這個應該叫倍乘數啦 後面應該叫乘數吧 然後這個是相乘的結果 所以喔 理論上喔 我們可能會 這裡 我們會需要 兩個變數 加兩個回圈 就可以做出來了 至於怎麼寫 我們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 也許試試看 把剛剛那個方法二的部分喔 兩個回圈的加總 先試試看 然後再想想看喔 那個九者乘法表這個部分喔 該怎麼寫出來 OK 其他像那個brake continue啦 這個部分呢 也許喔 也可以試試看 尤其是brake brake非常的重要 因為未來喔 brake用的機會蠻高的 主要就是說呢 只要回圈裡面 常常都會用到brake 有點像剎車啦 反正我還沒跑完 但是如果哪個條件發生的話 那我還是強制讓這個回圈停下來 OK 尤其是 brake很常跟那個什麼 壞回圈搭配吧 因為壞回圈通常是沒有範圍的 OK 那請各位 先試試看這個部分喔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九者乘法表的部分喔